我們還是要放假 然後我有帶一些他的相片 余天麗亞平的二女兒 余彥琦二十一號病逝 享年三十九歲 一家人忙著筹辦她的後事 但每個人心中仍思念著她 余祥全更難捨得 對天上的二姐說 I miss you 下輩子要繼續當家人 我媽這樣誇張 一樣蠻糟糕的 爸爸很難過 媽在睡前都會 余彥琦的離世消息 讓身邊親友還是相當不捨 余祥全更透露 至今大家的情緒 還是很難平復 余天也說自己睡覺 都會想到她 甚至含淚入睡 是啊 因為這個一定的 要睡覺 然後就會去想到琪琦 然後那個不自覺的 眼淚就這樣滴下來 就掉 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到不曉得 我睡著了 不曉得她是不是還有 第一 我不知道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就這幾天一直 你說放下 怎麼可能放下 余家人會遵照二姐生前希望 或是用基督教的儀式進行 希望氣氛可以快樂 不要帶著痛苦 送她最後一程 三天新聞 余德勤羅佩玉 SNG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